第十七课 我详起来了 1.课文 1.我详起来了 喂,是王老师吗? 是,你是... 老师,你听得出来我是谁吗? 你是... 对不起,声音有点熟 但一下子想不起来是谁了 我是你三年前的学生 老师还参加过我的婚礼呢 啊,我想起来了 海伦 你现在在哪儿? 我就在北京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电话号码的? 是罗兰告诉我的 是吗? 你是来旅行的吗? 不是,我是应国际广播电台的邀请来北京工作的 要待多长时间? 我跟他们签了两年的合同 保罗呢? 保罗也来了 他在北京的一家中外合资公司工作 老师 老师,我们想请您来我家做客 好啊 不知道您星期六下午有没有空? 这个星期六下午可以 那我让保罗开车去接您 您还住在原来的地方吗? 不 我早就搬家了 搬到学校附近一个新建的住宅小区了 我告诉你 你把我的地址记下来 保罗来的时候 给我来个电话 我去门口接他 好的 二 我们还想学下去 老师 您喝点什么? 茶还是咖啡? 我茶和咖啡都喝不了 一喝晚上就睡不着觉 就喝点水吧 你们这儿真不错 这是保罗的公司给我们租的房子 要是让我们自己花钱 可租不起 保罗 你们公司的业务是什么? 我们公司是搞中外文化交流的 公司成立不久 业务也刚开展起来 老师 我和保罗的工作都需要用汉语 所以打算继续学下去 我们想利用在北京工作的机会 把汉语学好 你们俩原来都学得不错 有一定的基础 坚持学下去的话 一定能学好 时间过得真快 离开中国都三年多了 刚回国的时候 还常听听录音 读读课文 后来因为忙 也没坚持下来 很长时间不说 汉语差不多都忘光了 要用的时候 好多词都想不起来了 是 学外语只有坚持下去 多听 多说 多练 才能学好 我们还想请老师业余教我们 不知道老师能不能抽出时间来 我工作比较忙 抽不出时间来 你们打算怎么学 白天我们都没有时间 只有晚上才抽得出时间 要是老师同意的话 我们想到老师家里去上课 二 生词 突然 数 一下子 硬 国际 广播 电台 邀请 呆 签 合同 中外 合资 空 地址 业务 稿 交流 成立 不久 开展 继绝 继续 一定 一定 基础 基础 财 光 抽 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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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统 统 swollen которая 统 统 高速 国际 突然 忽然 合姿 成立 成一 继续 急需 同意 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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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